南臺灣的登革熱疫情持續延燒 臺南市呢 今天又新增了四例的病例 累計是已經有五十八例 而鄰近的高雄也出現了一例確診 研判是臺南社區傳播鏈擴大 雖然市府等相關單位 這幾天是全力在清消 不過還是發現許多 像是天溝 狹窄防火象等 並沒死角 高雄檢店區有里長 透過廣播提醒民眾注意衛生 因為二十六號檢定新增一例登革熱病例 疫調研判是臺南市社區傳播鏈衍生 因為確診者工作地在臺南 每天往返檢定住家 幸好活動範圍單純 除了工作地與住家 沒有其他活動史 社府擴大清消也在確診者住家附近 查獲積水容器滋生結決 開罰一千兩百元 有專家提醒俗稱天溝的屋檢溝 嘗試容易忽略隱形滋生源熱點 因此高雄市運用屋檢排水槽 全方位攝影機檢視天溝 若發現積水或垃圾能立即處理 除了高雄出現一例確診 臺南二十六號也在新增四例確診病例 累計達到五十八例 市府表示全力清消 還是發現許多病沒死角像是天溝狹窄防火象等等 也透過無人機空拍並針對高處積水處防火象 投擲防治乳塊抑制解決生長 讓防疫作為無死角 記者松核報導